好各位大家好 我是三星统计的谢张生 那今天我们呢 要简短的帮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今天要做招生的话 怎么样用Facebook广告呢 可以帮你达到一些功效 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一个页面 先来看Facebook主页面 好你会发现到其实现在Facebook 在台湾以2014年来讲 已经非常厉害 目前来讲他已经有1500多万的用户 所以已经慢慢接近快要变成普查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所高雄的科技大学 那你想要做招生的话 那在Facebook怎么可以帮助你 我们举这个例子来做好了 那你会发现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是一所科技大学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招生对象应该是高中生跟高级生 应该是高中生跟高级生 可是这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呢 你有可能取得所有 高雄市或者是整个南部地区 台湾南部地区 所有的高中生学生的 通讯资料 基本上不太可能 基本上不太可能 可是Facebook来讲 你可以去 很肯定的说 他们基本上 应该都会有Facebook账户 基本上都会有Facebook账户 所以你看了 在Facebook怎么可以帮你做精确的分众 首先呢 你可以再怎么样 你可以在Facebook上去锁定说你的广告 只要让住在高雄市的人看到 住在高雄市 而且是在高雄市 或是在高雄市活动的人 那基本上是在这个高雄市方圆20公里以内 所以会包含到 台南 云林 屏东 这些地区 那如果说你是高中职学生的话 我们可以去锁定说 他可以去 锁定16到18岁 大概是高中职学生的区间 大概是高中职学生的区间 那这个区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 去锁定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锁定说 他目前是怎样 目前是就读于高中 因为Facebook来讲 他没有把高中高职 独立分出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可以看到说 他可以帮你锁中出 大概会有两万两千个 两万两千个 所以你的广告就会非常精确的 全部是怎么样 由高中职学生看到 那为什么那么说呢 基本上我 遇过很多大专院校的老师 我会问他们说 其实目前你就读一所 大专院校来讲 是家长决定的多 还是学生决定的多 那他们普遍都回答我说 在10年前 大概就是家长的意见大过于学生 可是最近几年都是学生的意见大过于家长 所以你会发现 学生就是变成关键的决策者 所以你的 影响的所有的媒介应该 要朝这 群身上去走 朝这群身上去走 所以你会发现 Facebook在招生来讲 他是可以去做一个锁中 以大学的招生来讲 那其他例如说研究所招生或推广部招生 甚至于说商品的销售 不管是公司对公司 或是公司对个人 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个 比较细致的一个 方案的 设计 Facebook去年股价 开始上涨 原因是因为 他的广告获得的改善 你看他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很精确的是说 他甚至还知道说我现在可以打广告给目前在旅行中 或者是目前在出差的旅客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他侵犯你也是侵犯的还蛮彻底的 基本上你的手机上的APP Facebook APP 如果没有登出的状况下 Facebook是会不断的去记录你目前的使用行为 跟所在地 那这个其实帮助很多 想要打广告的厂商 可以去做一个比传统的广告方式更精准的 更精准的设定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其他的 更深入的一些分析的话 以后我们在课堂上或是演讲上有机会 再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